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最大概四法来估计参数 我们来介绍一个最大概四法的估计的一个例题 那这是一个特考的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内容 自母体参数为Landa的一个Brasong分配 抽了一组随机样本 叫做X1到Xn 那么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用最大概四法来估计这个Landa值是多少 那么这个题目 只要是要我们用最大概四估计法 我们就直接写出了最大概四函数 Lc先这样做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要必须要再回忆一下 Brasong分配是原来的几率密度函数 是怎么写的 Brasong分配的话的几率密度函数 是X这个是阶层 1的负LandaLanda的X四方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用I呢 是因为一次一次都不一样 这1 2 3一直到N 好那么现在写出了它的几率密度函数之后 那么下一步写Lc就不麻烦了 这个地方Lc已经不是用C了 因为前面我们常常用的是叫做母体参数叫做C 现在这个题目叫做Landa 所以我们就Landa Landa的话是原始的写法是这样写 但是因为抽出的一组随机样本 这是独立性的可以拆开来 所以我们把它拆开来 全部相乘 拆开来之后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过程绝对不能够很随便 这是1 2 3一直到阶层 所以我们这每一个都是阶层 这里的话是因为它是每一个都有一个负Landa 所以成了N次 所以是负的NLanda 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来说 它是因为成了N次 可是这里是X1 X2一直到XN 所以我们的这个底数的话来说 底通通都是Landa 但是指数的部分呢 就是X1到XN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一个Summation的一个写法 就是Sigma的写法 写成这样了以后 那么不要看起来好像很可怕 很麻烦 其实还好 写到这边 下一步 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技巧就是取Log 因为Log我们可以协助它 让它变得简单很多 来我们取Log吧 NatureLogLanda 现在我们把它相成的怎么样 拉开 次方扔到下面去 这个是除的减 用减的方式去处理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 这边来说 因为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Landa的话呢 跟Log 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互为反函数 所以这边来说 我们取的Log之后 这边就是直接就拉出来 变成FullNLanda 加上这个 这个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那么这边来说 这是 NatureLogLanda 还要再剪掉什么呢 后面这个 这是相成的 我们现在先 不去处理它 先暂时不处理 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关心的是Landa值 这是 都是数字嘛 我们不要去管它 它是随机变数 起到这边以后 最大盖茨估计法 是要做什么 找临界值 就是要准备 对Landa来为分 那么我们就 执行对它为分吧 为分 难不难呢 还好 对它为分之后 这边Landa 就会变成纯粹的 很简单的变成1 所以是负N 这边对Landa值的 微分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 LNX的微分是X分之1 那LNLanda的微分呢 Landa分之1 这边照抄 这边怎么样 跟Landa没有关系 没了 我们希望它怎么样呢 令它为0 令它为0的话呢 那么Landa值就可以算了 我们乘过去 再移向过去 我们发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发现这个Landa 就是我们要算出来的 这个Landa值 是N分之1 乘上 这个Xi的总和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常常用的 总和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写成 NX bar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X bar 就是我们随机样本 它的平均数 我们用样本平均数 就可以来估计这个Landa值 这是我们的一个做法 那么我们还没有做完 因为我们要肯定的说 它是最大值 那么我们要进行的是 我们把这个算式 要留到下面去 然后进行的是两次微分 来我们刚刚坐到这边 现在我们要对这个算式 做第二次的微分 那么微分并不可怕 因为这边跟Landa没有关系 所以这会不见了 这个是Landa的-1次方 分目在这边 所以是-Landa-2次方 -的Landa-2就是放在底下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这个 这当然是正的 这个也是正的 这是X bar 所以我们把它放下去 我们这样写的完整一点好了 那么这边再把它写的 更加的明确 这是NX bar X bar的话的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 一个这样的结果 当然是小于0的 对不对 小于0 这个小于0 没有问题 负的N都是正的 这个也是正的 既然它是小于0 代表是什么呢 这个值 Landa hat 这个值 会出现的是一个 相对极大值 也就是所谓最大 盖茨法 我们成功了 所以我们的Landa值 就是用的是平均数 来做估计就可以了 这是个是高考的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看起来的话 好像还不简单 但是事实上 应该还好 假设随机变数 X的分布于 0到Theta之间的 一个均匀分配 所谓均匀分配 就指的是 每一个点的高度都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随机抽取了 X1到XN 这边的话呢 到XN 用最大概四法 来估计Theta 那么以前我们也曾经用过的是 洞察法来估计过 那么是平均数的两倍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当然先把这个图画出来 让各位同学了解 这是我们均匀分配 为什么要这个地方 0到Theta 它是他告诉我们的 他只0到Theta 均匀分配 这边一定一条线 那这边为什么一定是 Theta分之一呢 是因为这个整个的面积 总和一定要一 所以这边长度是Theta 这边的高度 当然只能够Theta分之一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LTheta是多少 最大概四 这个我们用最大概四估计法 来估计的话 先把盖四函数写出来 几率密度函数是Theta分之一 那么盖四函数呢 就是 有N个 每个都一模一样 当然就成了N变 成了N变之后 那就是什么 ThetaN分之一 ThetaN的四方分之一 好 那问题来了 我们要寻找这个几率的最大值 这个几率的最大值 问题是 这是一个什么函数 这个函数 它不是有高有低的 它随着这个Theta越来越大 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什么 减函数啊 减函数的话呢 那就 我们就不用再去为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算为分的话 它也是横小于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来判断了 既然 这个是一个递减函数 是一个严格递减函数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的几率最大 那么 就怎么做呢 就直接 就是我们从这里取出来的 最大值 因为我们取的话呢 X1到XN是由0Theta Theta不知道吗 我们就抓的是 我们抓到的 XN的最大值 来估计这个Theta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 最大盖茨法的一个 估计的一个技巧 那么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最大盖茨估计法的 两个例题了 那么 我们再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做 最大盖茨法 什么叫做 最大盖茨函数 这个叫做LTheta 那么我们的都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都是常常用的是 取对数 为什么可以取对数 因为它是 log是什么 增函数 这里不论是增还是减 它都不会影响到 它的方向变化 再过来 就是我们用这技巧 就是要找出它的 相对的高点 那么相对高点 怎么做呢 先用微分 找出临界值 再利用二阶导数判别法 来判断 要记得 它是利用的凹性的方式 去处理的 两次微分 小于零 就是一个相对的 一个高点的判断值 我们的短短 最后的 感谢观看